在几十年前,Mac就确立了开箱即可用的理念 系统内置了丰富的应用程序 iLife和iWork套件可以让你娱乐办公两不误 但今世不通往日 面对日益丰富的使用需求 Mac自带的程序已经完全没办法满足用户了 为了方便用户快速地上手Mac 我搜集整理了新手B装的10类软件 推荐给大家 首先是视频播放器 基本上每个新用户在Mac上看电影时 都见过这样的宝挫 说文件与QuickTime播放器不兼容 我们下载的电影有相当多是MKV格式封装的 用QuickTime打开就会报错 安装一个第三方播放器就能解决问题 首先推荐eEner 免费 外观简洁 性能强 兼容性好 对普通用户来说完全够用了 这是它的官网 直接下载安装 如果你对观影有更高的要求 并且组建了自己的影视库 那么Infuse可以把你下载的电影 电视剧以更漂亮的方式呈现 它可以在App Store下载 大部分功能是免费的 如果碰到了收费的文件格式 就会弹出付费提醒 虽然Infuse做得很棒 但新用户不要冲动 因为付费解锁的核心功能 比如点亮杜比世界 你用不到就有点浪费钱了 需要给Mac用户提示一下 默认的播放器是可以手动修改的 选中文件 Command加I 然后在这里就能修改文件的默认打开程序 第二类软件是菜单栏图标管理工具 MacOS右上角会有各类的菜单栏图标 比如WiFi 电视电量 以及一些第三方软件的快捷图标 但菜单栏的空间是有限的 图标多了以后 它们会互相挤占 如果你的电脑没有刘海 在App Store免费下的这款黑灯罢就够用了 它能隐藏一部分图标 需要的时候再展开 在刘海的屏幕上使用黑灯罢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展开的图标会被刘海区域给吞掉 导致显示不完整 在App Store安装免费的iBar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常规的隐藏 它还可以把图标在菜单栏下面展开 避开刘海区域的遮挡 如果你对菜单栏图标管理有更高的要求 那么可以购买Bartender 刚才讲的功能它都有 还有更多个性化调整的功能 比如你现在看到的效果 就是用Bartender捣鼓出来的 第三类是系统状态工具 配合刚才介绍的菜单栏管理软件使用 就很搭配 在MacOS里 如果你想知道当前网络的上传下载速度 或者硬盘的文件传输速度 只能去互动监视器里面瞧个大概 使用Stats 你就能对电脑里面硬件的运作情况 了如智掌 除了刚才说过的网络和硬盘速度 还可以知道电池的健康度 实时的电流电压 处理器与内存的复合 还有各个核心的温度等等 新手不建议去调整风扇的转速 有失控的风险 你可以在它的GitHub主页免费下载 对大部分人来说 Stats已经够用了 如果你有更个性化的需求 可以使用这个老牌的付费软件 StatsMenu 第四类工具就是鼠标辅助 当我们在Mac上使用非苹果原装鼠标时 会遇到两个很奇怪的问题 第一是在Mac上用鼠标滚轮翻开网页 会非常的卡顿 而使用触控板做相同的操作 就非常丝滑 第二是滚轮的滚动方向和触控板一致 无法分别设置 你只需要安装MOS插件就能解决这两个问题 勾选平滑滚动 鼠标的滚轮翻页就会瞬间变得流畅 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力度 微调这三个参数能让滚动更加顺手 第二个翻转方向 就是可以单独调整鼠标和触控板的滚动方向了 这是MOS的官网 大家能免费下载 99%的用户使用MOS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鼠标硬件和MOS不兼容 那么收费的BetterMOS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 第五类工具是解压缩 Mac自在的硅档使用工具 虽然也可以压缩和解压缩 但是识别的格式有限 RAR等压缩格式就不支持 而且它在Mac里面压缩文件 在Windows里面有可能无法被解压缩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直接在Apps里面搜索 The Unarcover并安装就好了 它支持的格式非常多 并且没有任何存在感 就像系统自在的程序一样 干完活就消失 The Unarcover非常好 但只注重于解压缩 如果你还有压缩文件的需求 那么可以安装MacZip这个软件 解压缩和压缩的功能都有 开发者更新维护了很多年 而且一直都是免费的 第六类是NTFS介绍工具 NTFS格式的硬盘 插到Mac的电脑上 只能读取 不能修改和写入内容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你硬盘里的东西 先转移到电脑里 然后把硬盘的格式 修改成EXFAT 这样不论是PC还是Mac 都能识别和实用了 如果你必须频繁的将 NTFS硬盘插入到Mac里使用 那么只能安装NTFS兼容插件了 通过这些年的观察 我是不太推荐 普通用户安装这类插件的 特别有名的免费工具 NTFS Tool 因为开发者在2020年停止了更新 所以现在并不支持苹果芯片的Mac 另一款MFA的工具Monti 安装过程也变得更加繁琐 付费的NTFS工具 一定要关注它的更新维护是否积极 特别是大版本更新的时候 NTFS工具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所以别用盗版 综合性价比来说 在国外的官网购买Texera 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它一次买段终身更新 可以登录三台电脑 我在2018年买的 现在还能升级使用 但是它需要双臂信用卡付费 所以有点门槛 卸载Texera的时候 要在设置里面手动卸载 而不是删除APP图标 如果你只需要激活一台设备 在某宝上有蛮多商家 在卖单设备的激活 价格也只要三分之一 我没买过 有需要的朋友自己决定 第七类工具是看图软件 用户在Mac上最基本的看图需求 用系统自在的预览 是可以满足的 只不过需要学习一下 预览的操作技巧 有些用户还会把图片 放到照片APP里面去查看 这个我是不推荐的 照片APP只适合放生活相关的图片 而工作中有大量的图片 像是发票 随手拍的文件 根本没有必要进入到照片APP里 放到文件夹里就够了 有时候还要一边看一边删 这就促使用户去寻找专业的看图工具 Picture View做的就不错 歼面干净 操作简单 如果你已经习惯PC上 看图工具的操作 那么使用Picture View会很熟悉 在它的官网上可以免费下载 如果在App Store里面安装 是要付费支持的 可惜开发者一年多没有更新软件了 苹果芯片的Mac 在使用时会遇到一个bug 就是当你打开的文件夹里 有压缩包时 会导致软件卡死 和它类似软件 还有一个叫Picture View 开发者一直在增加新功能和修复bug 它的付费方式很特别 就是在仿达里面 用它打开图片超过12次 会弹出购买的提醒 如果你是从软件里面 去打开文件夹 那所有的功能都是免费开放的 第八类软件是输入法 没想到吧 Mac自在的输入法其实还不错 我用了好多年了 但是有一个恶性的bug 这些年一直都没有修复 就是光标会毫无症状地 变成彩虹球 接着系统卡死 运气不好的话 一天可能会遇到好几次 这个bug只针对中文的输入法 其他国家地区的用户 好像并没有类似反馈 而且不是每个用户 都会遇到这个bug 所以当你遇到它的时候 最快的解决方法 就是安装SOGO 微信这类第三方输入法 听说在MacOS Sonoma 14.2版本以后 原生输入法造成的卡顿会被修复 第九类软件是浏览器 Mac自带的Sophie浏览器 浏览速度快 省电 但兼容性不好 如果你遇到一些网站打不开的情况 使用Edge或者Chrome浏览器 也许就能顺利打开了 第十类工具是软件的升级和卸载 Mac的软件升级卸载 本应该和iPhone iPad一样简单 但是因为Mac App Store生态的问题 大量的软件不是从App Store里下载的 所以要统一管理软件的升级和卸载 就需要借助第三方工具了 Latest就是一款免费的软件升级管理工具 这是它的官网 你可以管理电脑里不同渠道安装软件的升级情况 基本上不会有遗漏 如果你有更高的需求 可以选择付费的Mac Update 它有开发者每天维护 能识别的软件更多 可以操作的细节也更多 软件卸载一般直接从应用程序里面删除就行了 但是会有极个别的特殊情况 因为一些软件没有筛干净 影响了后续它的升级和安装 这个时候可以使用AppClear 将它删得更彻底一些 使用这类卸载软件 需要在设置里面给它打开完全的次翻访问权限 不然就会出现提示 显示有部分内容没有办法删除 需要注意的是 不是所有软件都可以用AppClear删除的 特别是和系统功能融合比较深的工具 往往有一些插件 是需要自己在软件里面手动删除 或者使用它专门的卸载工具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是新用户 希望它能对你有些帮助 如果你已经是很熟悉的老用户了 那么也可以把它发给新上手Mac的朋友 既能帮助他们快速的配置好自己的Mac 也省去了自己的一番口舌 如果你在安装Free App Store下载的软件时 遇到了一些问题 可以参考我的这期视频内容 这里是Mac英格汤 我是秀康 感谢你的收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